桃園在大園地方有一個很有名的斷橋 一直沒有合起來過 叫做天空斷橋 你有沒有聽過 國二甲縣 對 短短2公里延宕了8年 這個效率真的是太低了 我們當地的鄉親透過媒體的報導 都以為說 到2020年 就是明年就會通測 那這個可能趙局長比較清楚 是這樣嗎 你跟委員報告 國二甲部分目前在施工當中 所以鄉親理解的2020年 國二甲會通車這件事情是錯誤的 他是還沒辦法全線通車啦 根據我前幾天跟你們要的資料 你的一公區一切順利也是在2021年才通車 2020不是我們局裡面所提出來的 所以是媒體報導 對對對 那媒體是根據誰講的會報導這樣子 我不曉得 但是我們目前提的都是110年 我要的 就是要正確數字 你第二公區 一切順利的話 其實要到2023年才能完成 對不對 我們要看區段徵收的那一塊用地 民航舉辦的速度 所以區段徵收一切正常一切順利 也要2023年對不對 請部長你去協調一下 因為所有大人看到這兩根 插在那邊斷了已經斷八年了 如果還要再個五年 實在是難以忍受 事實上這只有兩公里啊 在工程上絕對不是問題 在第二公區的部分 在第二公區的部分 涉及到這個區段徵收 就要看到那個斷斷在那邊 真的很難看 你要延伸也要從這裡先坐啊 先這邊出去 先把那個斷的點先解決掉 這個還不是真正國二甲的完整全貌 真正我們國二甲當時設計 是要解決大園工業區所有的車子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真正應該還要連到最海邊的台61線 台15到台61號也是兩公里 目前我知道現在連定線都還沒有定線好 對不對 這部分是因為在還評的時候 把它取消掉的 是取消掉還是要另外做評估 另外再重新評估 好那評估得怎麼樣 請你也加快好不好